王春辉 23岁 长州工学院 机械设计专业毕业 大夫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Justin王春辉 是时尚潮流综艺主持人 全网拥有百万粉丝 同时也是 SEEK明星制的主理人 也是一位时尚博主 大家好 时尚博主 先把你那个衬衣整理一下 衬衣是故意 一个领子在里边 一个领子在里边这样吗 没有 没发现 刚刚有点久 我突然间看到 我这样一个同行 我有点语无伦次 一个是被人家的身高所震撼 另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你 你是主持哪一类的节目 潮流时尚综艺的 之前是在QQ音乐 然后微博 然后还有腾讯 有一些潮流时尚频道 你全网百万粉丝 你哪一个渠道的粉丝最多呀 哪一个中台粉丝最多呀 这边 好 微博 微博多少 120多吧 还在找 有多少是买的 这我不知道 反正我 我是个人没有买 你是怎么走上主持道路的 其实我选这个专业 因为我家里是做 国际机械贸易的 想让我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呢 我不是 我不是特别地感兴趣 我当时机缘巧合嘛 当时是学生会的会长 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 被迫站在舞台上 去学校里面做主持人 然后就是 你如果盛开蝴蝶自来嘛 会有一些资源来找到我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地 我就一步一步一步 就做成了主持人 其他的商业活动 包括线上的直播 有什么成功的案例 带货吧 之前带货 然后累计应该有超过两个亿 好 我问一下 就累计带货两个亿 你的单品的单价是多少 比如说有手表吧 手表的均价在4万左右 那你的销售业绩是多少的 销售额 一场 那个时候一场差不多 几百万吧 就是你在这个带货中间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是你在卖货呢 还是说可能是品牌方的一个活动 就是每个月当中 我会有不同的活动 有的时候我是主播 然后有的时候 我是以主持人的身份 因为有嘉宾来嘛 有明星来嘛 就是是不是这个直播间 不是你的 对 品牌方的直播间吧 然后你有时候 在里面当主持人 你有时候在里面当主播 你有时候在里面当受访嘉宾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理 韩一 我想问你 刚才你为什么要问 是你的直播间 还是品牌方的直播间 这两个有区别吗 有区别的 如果是品牌方的直播间 它已经完成了很长时间投入和建设了 它会邀请不同流量的明星 或者是主持人 来在里面做一场活动 通过活动促销 降价等一系列的形式 把这场货卖出去 但原则上用户和供应链 都属于这个品牌方的 所以咱们的嘉宾也好 咱们的带货主播也好 在里面并不是主场 所以他不能把这个业绩 衡量为他自己带货的业绩 明白了 懂了 你觉得作为主持人 你最应该具备的职业特质有哪些 临场反应 观察能力 然后还有总结能力 模仿 那你平常大家对你认知的标签 都有哪些 也是大家认为你身上 比较出色的特质 时尚 然后还有就是反应比较快 你说到时尚 作为一个时尚博主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 应该更精心地 像你的照片一样 那样出现在台上 单说你的裤子跟鞋 我就觉得 不如无上的裤子跟鞋 搭配起来更时尚一点 我们想科普一下 什么是时尚 我觉得每个人 对于时尚的理念不同 我觉得时尚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你整个人更有自信 你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时尚的人 然后你穿一套衣服 你能够带露自己的角色感 比如说我今天这身穿搭 我就感觉我自己 非常地老师 然后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场合 因为是非你莫属 又需要一点正式的同时 然后又带一点点的时尚感 就足够了 不能够太花里胡哨的 那你可不可以就我今天穿的 这身衣服给我一点建议 我觉得您这个首先牛仔裤 可能需要换一下 换成什么样了呢 换一个这种就是看一下腿型 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西裤吹之类的 你觉得韩依的这个 今天这身穿搭有什么缺点吗 有点 有点老可能 不 有点成熟稳重 不 刚刚那段腿差的 你刚才说的这缺点 是他人还是衣着 衣着 人还是很年轻的 那你再看一眼吴胜 吴胜站起来 盛哥这个裤子坐下的时候 裤腿在这儿 然后等他站起来的时候 裤腿在那儿 我一直说他是打鱼的 对 吴胜其实昨天想 露一露他的腿毛 首先我觉得 这位老师的皮带 可能不需要用这么大的标准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太大的标准会显得自己 虽然是很有这个财富吧 不是攻击你啊 就是觉得 比较有自己的一个内涵 更有气质一点 就很土你现在这样 然后衬衫的话 也不用这么紧绷 因为这么紧绷的话 会感觉可能有一点的小肚子 就身材不好 非要穿紧身衬衫 刚才朱涛问他以后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这对于他刚才评价 主持人所具备的特质 对他进行了一次临场的考核 他的应变能力 还是蛮不错的 十分的话 我可以给他打到七分 但是那三分缺失在哪儿呢 也是接下来我要提醒你的 你在用词和表达上 还缺乏一些委婉 我建议你都不要 把老这个词说出来 你可以这样表述 就是韩依先生 来到非你莫属 代表的是一个企业 企业家的风范 就是沉稳而成熟 所以在沉稳当中 我希望你更透出 你自己的一份生机和活力 所以说我觉得 你需要有一点跳跃 就是你 大老师 大老师你把电视台 专业主持人的风格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你不证明他不适合当主持人 你就证明了 你不适合当时尚主持人 其实时尚圈里面 它是有很多有冒犯的东西的 然后会很尖锐的东西 因为他整个时尚潮流 宣传的就是个性 然后他要表达的个性 你说的是时尚圈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真的是主持人 在舞台上 你并不知道 你面对的每一个嘉宾 他的底线和接受程度在哪里 你一定要把底线 放得比别人还要高 就你不能先冒犯别人 他确实做主持人 我来讲疑人性要差一些 但是能看出来 他作为专业的博主 他的专业性是有的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还是跟时尚了 不管是时尚博主 还是说是时尚主持人 你的疑人性再一次表现出了不足 时尚的门类很广泛 它所包含的范围也很广泛 具体落到一个岗位上 时尚博主 时尚主持人 你今天来到这有异象企业吗 谁呀 会念那个英文 我 我是吗 潮客文化 你是要来做主理人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主理人不是您吗 你期望的薪酬是多少 两W吧 全国都可以 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做的 已经蛮成功的了 你确定你到潮客以后 它能够让你更加的 更上一层楼吗 确实吧 不是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就是大家在一起做的话 力量会 你是认真的吗 你知道我是干吗的吗 我看了基本上就是 潮流的推广 他们的一些业务 我首先不可能有主持人岗位 我们确实有 自己在做自己的潮牌 但是我需要的 不是你帮我搭潮牌 是你帮我设计潮牌 我需要你会画 然后你会出稿 我们是要做自己的东西 不是去帮别人品牌去做 其实春辉就是 你给人感觉从穿着到沟通语系 有点过于随意 因为既然是求职 可能它跟咱们在主持节目有差别 它应该更多的是把你的目标 把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以及你的求职方向 你让大家清楚地澄清你的思路 这样就有助于你顺利往下推进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代啊 就是一个多元化的通弦个性的时代 它这种个性反而会博得很多粉丝的喜欢 就是有时候就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就是那种Rapper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表面上 我把所有的语言都说得那么很不在乎 你懂什么年轻人 你这个老头子 社长老师给他一进井 拍拍他那个袜子那鞋 就这个你还聊时尚 还年轻人 你什么你不懂你别说 还不慌你会不会在工作当中 会接触到一些这样的年轻人 有天赋 有一定的能力 然后有热情 但是可能对于他想做的那个东西 还是没太搞清楚 我实话说 我不喜欢你 因为我会觉得 我们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不是求职的 是职场人士还是老板 我都认为是内在和外话的统一的 但是在你身上 我感觉到的是 内在不足 沉淀不够 但是在外话上 非常金光散散 我觉得时尚是态度 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挺鲜明的 然后不恒不喜欢他 就证明他的态度 其实是非常鲜明的 我觉得时尚来说 就是尊重每一位说话的权利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也可以喜欢我 也欢迎大家 但是你没有详细去了解完 一个人之后呢 你不可以对他 做出轻易的评断 那如果说你是根据一个人的 仅从履历上 或者说是从他的一个 学时尚去感受的话 而且学历并不等于 他并没有什么文化和基点 因为我觉得时尚本身 有大众文化 有小众文化 有大时尚 小智尚 时尚不是每个人理解的对和错 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时尚 它就是时尚 你一个人喜欢的 就属于你个人的时尚 我们一群人喜欢 是我们一群人的时尚 时尚哪有说分年令 时尚哪有说分对错 没有这些道理 对吧 我想说你刚才的那个态度 非常的好 我挺你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张狂 就应该有个性 我觉得我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不在于他外表穿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而在于你拿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我很期待 你的第二轮的表现 好吧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位求职者王春辉 在台上的表现 今天他来找的是一份 偏时尚主理人 和时尚主持的这样一个工作 是的 老师 希望薪酬是20K 地点全国都可以 来 十二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春辉 第一环节的最后 还有七盏灯为你留下 进入到你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I don't free 转过几次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你也只是存在在梦里 如果说这个世界像是玻璃碎片 全摇上的心一起来到我身边 只要有你能够躺在我的身边 那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上人间 为了你我从不认输 为你赞到为你显书 为了梦到你和你曾经走过的路 就算这个世界都要与你为你 我也会一直站在你的身边 保护着你 I'm just so thinking about you You always make me feel so blue 春辉 这个演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50 大家跟我看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紧张 他应该更松弛 他应该更嗨 其实他可能被我们这些人带了 有点紧 春辉 我说实话 我从第一个环节到现在 我还是担心你是来秀 对我们来说这个舞台 给你机会没问题 但是因为同时会剥夺别人的机会 就我们要不要陪你一块往下走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诚 既然我来这个舞台 肯定还是想找到适合我的一份工作 你的微博是由你的工作室打理的对吧 你能告诉我你的博文有多少的互动 是人工干预 因为你90%的博文的点赞数 都在1200个正负5% 大部分的持续的流量差不多是点赞会差不多在1000 这是一个真实数据 然后到一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流 然后会有一些 所谓有个次秤流量吧 大家也会秤秤流量 我觉得你没有正面回答许类的问题 对啊 你可不是1000啊 你的平均值可不是1000 你是不是坚持这个确实是完全的自然流量 至少里面有800以上是自然流量 你指的800是1200里面的800吗 嗯 其实我们已经听明白了 不要逼他了 我看你所有的博文以及之前的露出 全部都跟个性化穿搭有关系 可能是你企业代表的这个潮牌 那我其实现在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岗位 或者是有充分自由度的岗位 你之前做的可能都是一些其他品牌 那如果都是主流的奢侈品大牌的话 你的个性化穿搭 服务客户之间怎么协调 你能不能做好这个工作 因为我之前也接过一些 奢侈品品牌的一些合作 然后我觉得 针对还是针对每个人的不同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调性 比如说某品牌它是比较复古优雅 然后呢就会根据这复古优雅的调性 就给它搭配整体以 比如说是您吧 会比较素色的一种装扮出现在大家 然后会有一点小配饰 去进行点睛之笔 我只能听到的关键词是 你好像是基于这个个人 对你眼前的这个形象 给到他一个推荐 可能从经验上确实没做过 来 第二环节到这里 让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对你前两轮的表现 再次做出选择吧 有请各位企业家 好 春辉还有两盏灯为你留下 很幸运地走入到了第三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谢谢二位 来 我们请杨荣和吴胜走上竞价台 是这样这个春辉 我觉得还是挺欣赏力的 因为我们有家兄弟公司叫魏梦传媒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媒体专员 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服务很多这种 就是知名和时尚品牌 然后做一些这种沟通工作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仅可以跟国内的 很多底级的QA交流 同时的话 也能够在你自己的账号上 你要签约给魏梦传媒 能帮助你的账号有提升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因为我是做直播带货 我马上要再开一条线的话 就是服装的这块带货的 然后我觉得你对这个服装的这些 就是理解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挺欣赏的 我的带货主播的底薪的话 就吴森的底薪是7000 然后另外的话是算带货主播 你知道算提成的吗 是这样的 工作地点是在深圳 然后我觉得我刚才是赞同你的观点 就是每个人得有自己的观点 和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支持你的 谢谢 好 给你几秒钟考虑的时间 然后告诉我你的选择 在魏梦传媒或者吴胜传媒之间 选择其一或者谢谢再见 好 所以你的选择是 给你几秒钟考虑的时间 然后告诉我你的选择 在魏梦传媒或者吴胜传媒之间 选择其一或者谢谢再见 好 所以你的选择是 魏梦传媒 祝贺杨蓉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王全辉 来吧 和企业家握个手 谢谢 谢谢 谢谢